各位同学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上期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卡方的适合度检定 这个考题是缝甲气管的考题 那么我们看看题目的内容 有80个 这个是兔巢 每个兔巢里面都有三只兔子 那么结果它的分配是这样子 这是巢的数量 那么完全没有熊兔的 这是熊兔的个数 有12个是没有熊兔的 18个有一只 24个是两只 26个巢是三只 好 那么现在在兔子性别为二项分配的试验模式之下 每一个兔巢内 熊性兔子的几率分配的话呢 也是二项分配 假设P表示熊性兔子出生的几率 请以显著水准 α等于0.05来检定上面的资料 是不是二项分配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适合度检定 好 那现在还也给我们了 kai square 右尾的这个临界值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基本假设 首先我们要先令的是x好了 x的话呢表示什么 表示说兔巢内的 熊兔的 的数目 那么各位同学都知道 x是不是就一定 了不起是最后最后最多3 因为每个吐槽里面只有3只 那么现在 h0 这个x 它是符合什么呢 二项分配 P h1呢 是 x4 不是 对立假设是说 它不是一个二项分配 好 那么我们现在先估计一下 这个P是多少 这个P一定要先算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还不知道样本的P 是怎么算的 现在我们用p hide来估计 总共有几只 有80个槽里面 一共有几只呢 240只 240只 不论是熊兔磁兔 总共有240只 现在来看 第一个0 这是12 这个18里面 有一个1 那我们就直接用这样算好了 0乘上12 这样算比较清楚 1乘上多少 18 这有熊兔 这是熊兔 这是2 有几个常 24个常 三只的是26个常 所以这个算一下 这是240分之 这边是没有了 这边18 这边48 这边是78 加一下 算出来刚好是0.6 这个0.6 就是我们的大概的估计值 估计 这个P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 要做的是 如果说按照这样的算法来说 它是符合二项分配 我们的理论值 要先算一下 x等于0 它是怎么算的 完全没有熊兔 那么就是三取0 0.6的0次方 那这边就是0.4 这是代表的是 一只熊兔都没有的几率 那么我们算一下 这边变成11 那这边是0.4的三次方 就是0.064 一只的几率 我们先把它的几率分配 先全部算出来 C三取一 这边是0.6 一只 那这0.4 那就是两只 这是一熊二词 这个几率是 计算一下 0.288 两只的 那么就是三取二 0.6的二次方 0.4的一次方 这个是三取二 这是三 这个是 三六 0.36 这是 0.4 乘一下 0.4 三 二 X等于三的 就是三只都是 熊兔的几率 那么这边是 0.6的三次方 0.4就 0次方了 这个的几率 这个比较低一点 是 0.216 好 那现在我们已经把他的几率分配都已经算出来了 这个是所谓的 理论值 那么我们开始来列表 这边的X是完全没有的 题目上面写的是几 12 18 24 26 总和是 80个潮 那么我们的几率的话是 0的几率 这边是0.064 我们把它列上去 0点多少 288 这边是 0.432 这边是 0.216 这个加起来 几率是1 这是 现在我们要算的是 预期要应该要多少个 我们再一样 用80来乘它 用80去乘它 预期的话应该有几个潮 我们看看啊 应该有几个潮呢 80乘上0.064 这边是 5.12 80乘上0.288 这边是 23.04 80乘上0.432 这边是 34.56 80乘上0.216 这边是 17.28 那么现在我们来进行的是 卡方的检定了 这边的卡方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卡方值是 我们一样的做法 底下是 期望值 上面是 观察值 减掉期望值的 平方 这边有四笔资料 我们就 i等于 1到4 来一个一个 来列下去 底下是 5.12 上面是 12 减掉 5.12 刮胡的平方 再来就是 23.04 这边是 18减掉 23.04 再过来呢 这边是 34.56 这边是 24减掉 34.56 最后一个 是 17.28 这边是 26减掉 17.28 来 我们这个要 计算机要按一下 这边是 17.97 这是我们 算出来的 这个 ki square的值 那么 我们再来看 他给我们的 临界值是多少 5.99 亿 我们这个值 已经怎么样了 超过了 超过的意思 代表的是 这边的差距 怎么样呢 过大 所以我们得到 什么结论 我们就 拒绝H0 也就是说 我们不认为 它是一个 二项分配 我们拒绝 H0 表示说 这个 虚无假设 是被否定的 这边是 下去 发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